所以要时时刻刻转化自己 过年了终于过了 除旧不新了 不好的少掉了 我们只剩下好的 因为生命无常 这个好的就像点灯一样 这个灯六个钟头就没有了 但是这六个钟头之内 多庄严 拿来供佛 来令幽民众生看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像这一盏灯 短短的生命 充满了清净无我的悲心 就像这个香一样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每个人都认为说 我可以活很久 我现在才五十岁 我还有三十年可以活 所以我又不敢玩 我又要来丹蓝吃肉 跳唱歌 跳舞 又要来做当事顶 又要来乡修 不懂道理 无名 所以各位呢 过去你可以错 但是听闻佛法以后 不要再错了 过去你贪财好色 好赌爱钱 乱用心机 但是把这些烧掉吧 所以我们在点烟供 不好的就烧掉了 不好的变好的 这个意思 不清净的变清净 所有的清净是从不清净来的 所有的佛都是从凡夫来的 在烦恼的本体里面都有佛性 所以虽然烦恼的本体有佛性 但是你要努力去除烦恼 你要努力慈悲 那这样以后就可以把烦恼提炼成菩提心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锻炼自己 深口意 不断的锻炼自己 所以锻炼自己是为了接触众生 所以各位你现在要很真诚的去对待别人 对待众生 也不要有碍然 也不要酷酷的 也不要很凶 能不能如此 所以你要很喜欢的 甚至有时候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用心没关系 用心 不是心机 用悲心 前面这个人 我跟他讲话不好意思 但是我用我的悲心 希望他得到一切圆满的 我们为他做了这么多功德 像各位今天点万箱 点万灯 共万水 然后你这个万不得了了 就不要 你充满了福报 你走到哪里叫布施 路边的人 跟你做生意的人 跟你讲电话的人 电视上看到的人 新闻报纸看到的人 不管他是活着 往生的 都得到功德 内心里面一直都得到功德 所以就像呼吸一样 功德给你 你的痛苦我来帮你消除 所以我想 像一样 一烧起来 这叫悲心 坏的 可以把它烧掉 献成好的 所以我想 人可以成佛 贪嗔痴 可以成为圆满的智慧 无毒成为五种大智慧 所以这就是我们过了一个年 透过这个世间的讲法 过年 我们要来转化自己